巴基斯坦西南地區警方說一種炸彈爆炸事件造成最少13人受傷 目前還未有人宣稱對星期三發生在灰達的爆炸事件負責 灰達是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的巴魯吉斯坦省首府 該省鄰近阿富汗和伊朗 有關官員說在星期二晚發生在灰達另一個地區的爆炸造成6人死亡最少30人受傷 數十年來巴魯吉斯坦省不斷發生分離主義叛亂 伊斯蘭激進活動以及中排暴力